我国和约旦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在卡萨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到访约旦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对约旦当局协助我国向卡萨进行救援物资的空投行动表示感谢 这是我国为卡萨提供的第三批救援物资 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有更多物资送离约旦 我国武装部队人员和约旦军方人员马不停蹄的准备 即将空投到卡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 视察救援物资的交接时 向武装部队人员的努力付出表示感谢 他也呼吁立刻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基于安全考量这次空投行动的确切日期和详情并没有公开 扎吉哈保证将把救援物资送到卡萨平民手中 而且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物资抵达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星期六也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求务部长爱以曼会面 对约旦协助我国向卡萨提供救援物资表示感谢 两位领导人也认为新约两国劳固的双边关系 使得双方能够紧密合作执行这项行动 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探讨如何通过更多渠道 向卡萨提供救援物资 同时期待两国在教育培训和商业联系等方面加强合作